玉礼就称菩石阁当地特有的菩石化是世界上首创的本土石头艺术 新火相传菩石化创作连展以延续菩石化的新火相传 并提升生活美学为展览初衷 由玉礼镇、元城国小还有花莲县菩石艺术发展协会会员连展一起展出 有56件的菩石画作 欢迎大家一起来寻赏 墙壁上颜色新艳的菩石画作、专业又有创意的作品 都是来自玉礼镇的元城国小学生所创作 那65幅几乎就是老师至少一幅两幅 那这个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我相信在同去的画作里面、作品里面 你会看到孩子们把在地的文化 在地所亲身接触到的一些生活经验 很真实地呈现在他的作品 新火相传菩石化创作连展 以延续菩石画新火相传 并提升生活美学 是展览初衷 由玉礼镇、元城国小 以及花莲县菩石艺术发展协会会员联合展出 总共有56件菩石画作 有稚嫩、有成熟 从每一件作品所运用的材料 可以了解食材独特的美丽 那也许没有像阿斯吉或者是协会里面展出的作品那么大幅 可是这个是小朋友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慢慢累积起来的 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出他们的目前的一些想法跟学习 玉礼就称菩石格当地特有的菩石画是世界上首创的本土石头艺术 南区艺术展的整齐到11月29号 欢迎所有朋友一起漫游玉礼小镇体会艺术造正的丰硕成果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